所以这个随顺之中 顺字一定有什么 顺字一定有开通向 所以随顺众生不是只是依私依赖众生 这样子去不断的放纵于众生的 不是 随顺是开通向 这样像水一样 你要是庸置就不顺 不可能通 能随表示你心性之中的长和 和平的和 顺表示你是念念之间没有障碍 没有庸置 没有流置 那咱叫做顺 所以随顺众生处 不是只是一味的去这样迎合众生的 随顺众生处是你能够开通众生 所有一切之间的 那你在开通时 你有没有离弃它 你有没有背开它 没有 你每个念头起初 你有没有背开它 没有 但是再看到它时 每个念头还是像过去一样 把你留爱留置 就污置染污在何处吗 没有 从此以后在一些众生下 所起之处都能够众生向中宛然 不变 但是全部都成什么 都成心性中的智慧的流通 再不是任何夜感的 至爱 那叫随顺众生 那是普贤十大悦 不是普贤十大悦 到最后就是你委委屈屈屈 处处迎合众生 随顺众生嘛 它这样没有关系了 随顺众生嘛 你害死众生 你随顺众生 所以古德讲 赫赤 伴赫 都是随顺项 就伴赫 就是在中门之中 在丛林里面 赫赤 伴赫 都是随顺项 就是为你断恶 当然我们不能逞恶了 随时拿东西伴赫人 那这个要受将来因果的 那每一个执事人 他那个发心是要非常明确的 因为我就是出家人 我就是念念之间要了脱生死的人 我怎么可以随便 还放纵自己的情绪 造成别人心灵的伤害 他心灵伤害 不是只是伤害心灵而已 他可能断灭他的道心 伤害心灵 业障还小 断灭他求道的心 千生万劫难以偿还 你生生世世想要求道 你突然就会自心之中 就起个业障 逼迫于你 那不是他来 是你自己良知发现在惩罚自己 如同人面疮一样 他跟你生生世世永不舍离 那这么可怕 所以过去在丛林里面 那个执事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过尤其是生殖 生殖就要拿别人拿着鸡 要呵斥别人的 对吧 这个在生殖过去在丛林里面 每一年中生殖是一年一年换 每一年中生殖下位 然后在新的生殖上来时 和尚都要先去礼拜生殖 然后生殖再开始担当执事 再下坐再回礼和尚 为什么 因为生殖单的那个业障最多 他要发的心啊 要更维系啊 要一板子香板打下去 把人家道心都打跑了 所以生殖要你这个执事的时候 要念念谨慎 每次晚上要在佛前忏悔 这过去执事是这样子的 为挪之客也不是好当的 你一放下去影响大众的心 那都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过去对这个修行的心境中 维护大众发心 那是非常谨慎的 所以不是学论伴恶别人的 念念之间 要念念之间 在不断在自己心中 不断地呼喊的 不断地呼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